看了吗 一人载一个座 画壁大汉 这无赖 真的是无赖 这帮人连续三天到我家 就是让我开不了夜 看我家生一伙 往我龙虾里面放苍蝇 然后还说威胁我 连续一个月都过来 但是我调监控看完之后 我才发现 他们就是故意的 挺多的 十九二十个 他们就是先上两个人 完了之后 整起了事端之后 人都过来 人都不敢爱了 看人都不敢爱了 每天五六千块钱 现在想尽快把店关了 小孩不敢上约 完了我妈心疼病 吓得天天吃药 现在不闹了吧 现在 这事我们正在真办呢 我们正在处理中 记者想说话都说不上 我觉得要查查他们的 这些个警察 警察门清的 心理清楚的不得了 最爱谁敢去那里做生意